沸沸扬扬的岛内淡荒迟迟无解 坐看民生物资缺口持续居高的陈吉仲 却在此时传出又在升官 那陈吉仲升官 他现在治理无能 民怨沸腾真正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始终不进入状况 但是他有一个本事 叫做一哭二闹还要干 就是碰到他的对手 或者在野党派对他提出质疑 他认为他做的那么辛苦 就是一哭二闹 就是不下台 陈吉仲他最著名的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是他要跟长官共进退 可是要把他由负辩证的时候 他说他愿意干 那第二个 当民进党进行改组的时候 他说他不干 那蔡英文一番未留他又干 所以这个人的人品 还有他的决策能力 那你更重要的 他一哭二闹的本领 他的确是厉害 其次就是蔡英文赏赐他 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 他现在碰到任何问题都用补贴 他补贴的目的就是为民进党雇选票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陈吉仲 大家骂了个钥匙 他照样还是能够升官的原因 他和他为民进党茹